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這是Sunao 首先要介紹福江在中洲附近的一間餐廳 因為我們差不多到尾聲, 去到福江的部分才可以購物 9點幾十點才吃飯 匆匆忙忙忙找到這間要落地爐的西餐廳 看見它的評分不錯, 雖然有點難找到, 但也想找辦法填好肚子之餘 也不想隨便吃東西 所以最後就進來 因為進來比較晚的關係, 人不太多 先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當晚有點累 加上我的相機拍攝沒有光亮的地方, 沒有那麼爭氣 所以我用了手機拍攝 所以這部影片沒有平常的質感 雖然平常也拍得好 無論如何, 要填肚, 要吃好東西, 最後選了一點 而且你看到, 酒也選好了 我先選了酒, 然後再選食 它是沒有紙本的菜牌 將每天有的特別菜, 以及他們本身家菜的菜 當然沒有海鮮、薄餅、肉食、甜品 我覺得它的選擇都頗多 我們那天叫了湯、沙律、煮食、甜品 先來就是麵包和牛油 我是肚餓的, 但公平一點, 我覺得它的牛油是蠻好吃的 我旁邊的條肉吃了很多 另外,這個薄餅、醬汁雖然比較多 但它很足料 份量其實也蠻大 另外, 薯仔湯喝起來不膩 我覺得蠻輕身 也蠻好喝的 我本身說喝了一口, 最後都拿了兩三口 這個是蠻好吃的 至於Pasta方面, 我們各點點了一個 首先, 點回這裏的Carboni意粉 我覺得它是合格的 但我覺得它的醬汁和我平常的Carboni有些分別 至於質感, 兩款都是 另外, 這是一個很奶油的海膽意粉 海膽其實有很多 但我覺得海膽味還可以再出一點 更加好吃 但無論如何, 兩款意粉都很好吃 我甚至要用麵包來鹽汁 因為真的蠻好吃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它的意粉是OK 和性價比很高 甜品其實很飽 但兩款都有點了 我們點了Tiramisu 和Crimbalay 吃起來其實不是太膩 甚至是店員的推介 我吃完後覺得味道很喜歡 因為吃完後不會太飽 剛剛好 至於它的Crimbalay 其實不是不好吃 但欠缺了一些WOW Factor 我懷疑是因為 早幾天我在洪門吃了一個超好吃的雞蛋布甸 它的質感是完全KO了 所以這個就有點低分 我們吃了這麼多東西 加了點酒 兩個人最後買單只需要13000 而它這間餐廳雖然不大 但酒單也不錯 還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Vintage Lataju這些貴酒都有 所以我覺得都蠻值得推薦給大家 好, 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